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斯在采访中表示40年来流出中国的资金首次超过投入的资金 长期投资已经超过1200亿美元 就光去年流出啊 保持中国损失了价值成为1200亿美元的长期外国投资 让美国公司在中国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然后啊他说过去十年中共权力不断集中 对人民的镇压加剧 习推翻了许多制造中国经济企业的市场改革措施 这些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 他说啊中国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依旧是个巨大市场 所以一线美国公司啊 离开了中国市场 但大多数都留下来 也许他们不会离开 但他们不会投资 他们不会进行重大投资 就是他们能够准确的看出中国政府的走向 就不会留下来 绝对不会再投资了 这就是我们昨天做节目说的啊 就留下来 就自己自出 是吧 你这个别再指望啊 再给你钱了 就是你在中国市场 自己伸展自己卖 能活下来就活 活下来就破产 就这意思 但如果再继续扩大产能投入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对中共也是直接打击啊 然后他说美中关系是世界上 目前最重要 最具竞争力和最危险的关系 这三个最啊 关键后面是最危险 是吧 这个他说 我认为在未来十年左右 还会持续如此 然后他说啊 这个采访博恩斯的女记者 回应说 不过你说过 离婚不是一个选择 离婚就是所谓脱钩的意思啊 博恩斯回答说 是的 我们两国必须共同生活 我认为 这是美中关系最大的紧张局势 然后中国啊 是我们最重要的竞争对手 同时也是 美国的第三男贸易伙伴 这关系到美国 75万个级约岗位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最大市场 我们所有的出口农产品 五分之一都运往中国 去年这一数字为409亿美元 他说好吧 我们与中国的竞争如此激烈 我们应该结束经济关系 那么这样做的后果是 将是75万个美国家庭 将无法解决晚餐问题 因此 这使得我的工作中的平衡 变得异常困难 75万个家庭 美国接近 怎么的也有1亿个家庭 所以现在就中国的这个 其实这句话就告诉你 他只影响美国75万个家庭 但是美国呢 作为大使他肯定不会说 啊我这有75万个家庭 我们不管了 政治政权他都会说 一定要照顾好75万个家庭 这叫政治政权 但实际上 从地缘政治角度 这就是75万个 过段时间就变成50万个 再过段时间20万个 再过段时间可能只有 啊几千个家庭 跟中国国有关系 明白吧 啊 文森说我们在这里 有相互竞争的利益 平衡这些利益是美中关系现实 我们要竞争 我们必须负责任的竞争 维护两国间的平和平 我们也愿意参与 必须参与其中 说白了之事 还是过程中的话 然后最后说的一句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 中国人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这个啊 这个中国啊 这个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我觉得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啊 因为中国现在是 是什么 你看最后他就说 什么叫中国占主导世界 但是我认为 中国最终希望 超越美国成为主导全球国家 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发生 我们不想生活在一个 中国人占主导 地位的世界 然后后面他再解释啊 补充说 和苏联 当时冷战相比 区别在于苏联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核武器 但苏联经济非常疲弱 根本无法与我们竞争 可是中国的经济非常强 我们面对的是 是一个对手 一个比二十世纪 四十年 五十年 六十年 七代 八十年 苏联还要强大进入对中国 记者问 如果现在也是一场冷战 那么他觉得这是一场怎样的冷战 他说这是一场思想的竞争 一场思想斗争 我们的理念是 美国关于民主社会 人类自由的伟大理念 而中国则认为 共产主义国家比民主 国家更强大 我们不相信这一点 因此这里存在着一场 关于谁的思想 应该引领世界的理论 争论 我们相信 答案是美国的思想 所以他说是 不想生活在一个中国人 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的意思就是 中国现在的思想是啥 就是共产主义国家 比民主国家更强大 就是共产主义专制 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上下文结合 他不是说中国人 这个中国说白 就是一个政治概念 就是现如今的中共国 刘先生你怎么看 解读一下 对于博恩社这一段讲话 我个人的解读 其实比较有一点就是 即便他现在美国会有75万人 因为原本可能生产是农粮 或者说可能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中国的一些民生需要品 那这样的一个广大的中国市场 或许会因为中美脱钩的关系 然后导致美国这些 依靠这个所谓的农粮出口到中国 然后赚取外汇 这样的一些家庭 短暂时间受到损失 可是我觉得其言外之意 或许 博恩斯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暗示 就是说 以前可能比如说 我们举个例子好了 在南美国家 比如说像 阿根廷 或者是像巴西那一类的国家 以前可能跟中共 可能跟俄罗斯很好的国家 以前在中共忽悠的时候 或许可能 美国相信中国 所以把一些市场 把一些机制都交给中国去处理 结果后来现在 在木然回首发现 原来在中共假骗偷的一个情况下 很多市场不但是被中国拿走了 而且包括连这个所谓的一个 对美国的向心力也都没有了 或许美国刚好 借由这样的一个契机呢 一个机会呢 借由跟中国这样子 慢慢脱钩锻炼的一个机会 慢慢的把它以前所忽略 包括连非洲可能也是 把这些所谓男男国家 慢慢的收拢到自己的 这个所谓美国的影响力的一个向下 那这样的话 不但可以把这些所谓的市场呢 从中国这样转移出来以后 甚至于可以不见得 会去影响到这个75万的 这样美国这些所谓的农 这些农户 或者说一些基础民生的这些 受到中国市场影响的 这些美国人家庭 所以说其实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其实伯恩斯不但要去 在这个所谓的政治正确的一个情况下 不但要先去安抚到 本身美国百姓的这些 对于这个所谓的 跟中国脱钩锻炼 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外 他事实上也在暗示着 就是说即便跟你中国脱钩 他事实上在所谓一个 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地球村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之下呢 美国开始从拾 他以前所忽略到的地方 而最重要的为什么他不希望是活在一个所谓的 中共习近平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极权政治下 然后去过那种主导地位的一个全球生活呢 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本身来讲 他已经看透了这个中共本身 这个本身就是假片头嘛 那美国已经从 把这个中国从2000年带入WTO 一直到现在也将近快24年了 这个长期以往这20年的官场 我相信美国其实 他从幡然回物到现在呢 一定他已经看准了在中国这样极权统治情况下 所导致人民这个所谓人民百姓的这样言论不自由 甚至于说所有的行政跟立法跟司法都是要配合来巩固去 去巩固这个共产党政权的一个延续嘛 所以说如果说是活在一个所谓的以中共为主导的一个 全球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美国人势必他的生活会被影响到 那美国人当然不可能去一个 为了巩固共产党的政权 然后让自己的嘴巴闭起来 眼睛遮起来 耳朵不要听嘛 所以说其实这个最重要就是 其实博恩是在所阐述的就是 你一旦剥夺了人民的自由 而这些都不是都不是美国人 他们从小的一个基础交易里面就是 当然我们会觉得他可能是傻白甜啦 可是事实上就是自由平等博爱嘛 所以说其实相对来说 你看中共这样一个所谓教育体制下 就是永远党都是对的 那这样的一个相信之下 或许可能西方人在短暂时间里面 很容易被你忽悠 可是他们至少在他们的心理的底线里面 他们是知道什么是 what is right or wrong 就是什么是对的 对他们的一个人性的一个启迪来讲 怎么才是一个长久的发展方向 我相信博恩是在这一篇 那个所谓的访问稿里面 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就是即便就算是跟你中国脱钩 美国人民也不会去 愿意去过上中国人民所过的日子 而这我相信这个就是 他在后面所下的一个注解 我先还给路德 这个博恩斯 这个作为大使 说话 这个很直接 到了这个 到这个地步 可以 其实 你就 我们之前说 一般大使说话 都尽量 缓和关系的 外交嘛 外交 一般大使 要么就是 如果公开发言 他一定不会 刺激对方 是吧 除非要到最后 最后的阶段 一般都是 用各种方式来缓和局势 还有一个中央任务 当然那就是 比如说次弹情报等等 信息收集 完成 白宫一般交引的各种任务 这个CBS 进行这一系列采访 这问的有些问题 实际上都是现在美国 对这个美中政策的走向 比较关注的一些点 是吧 这个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 到底有多少企业 现在受 美国 受中共 美中关系影响 现在其实已经开始了 就是七万 七十五万 就是七十五万 这个美国家庭 从以前 可能有几百万 美国家庭 现在只有七十五万 压缩速度值很快 大家看看 这就是 我们一直说过的 这个进展速度 非常快 就是断崖 断崖似的 其实也是通过CBS 告诉美国人 基本上 七十五万 这啥概念 七十五万家庭 七十五万家庭 要转 那就很快 说白了 你想想 美中贸易 几千亿美金 现在只有七十五万 家庭受到 这个美中贸易的影响 那我都不敢相信 这个数 居然跌得这么快 之前都说 美国至少有个 几千万 几百万上千万人 六千多亿美金 之前六千美金 两边的所有的贸易 加起来 但是现在 中共国是啥 受美国的影响 至少是五千 两三千万 还比这还多 中共国 美国现在只压缩到 只有七十五万家庭 而中共国 你看 现在几千亿美金 贸易 那是多少人 所以 就算明天脱钩 全部断 对中共的杀伤力 都是巨大 对美国 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美国肯定 政治正确的角度 一定假 我们绝对不放弧 一个人都不会放弃 就跟战场上 绝对不会放弃一个人 但真正 这个专业大转移的时候 那也没办法 你去看看美国 美军的二战的时候 在太平洋战场 在那个 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 话是这样说 但是从大局 有的时候 角度来看 那有的时候 该 是吧 斩断小指 小拇指 就得斩断小拇指 所以现在 那明确说了 不想生活在一个 中国人 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意思 不可能 不可能让中共 把美国 现在占主导的 这个地位 所谓的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 所谓人类命运 共同体 让它 有效地进展下去 中共 它一直在 习共一直在推行 它就是想 成为一个 中共 主导地位的世界 我们 要纠正一下 这个伯恩斯 应该严格意识 不想生活在一个 中共占主导地位的世界 当然这个中共 也大多中国人 是吧 所以呢 中共 这个 这种 接下来的 就是和美中之间的 现在 这种 所面临的 已经不仅仅是 大家藏着掖着了 都是已经 说明话了 这就是 现在局势的 一个 变化 好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一说 不要点赞分享 谢谢尼尔先生 再见